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与身孰亲 身与祸孰多 得与亡孰病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故知足不辱 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 这个读起来很轻松啊 尤其翻译 一句句讲一下 明与身孰多 明 明声 就是我们说明利的那个明 身呢 就是你的身体 你的生命 要问了 明和身 哪个更亲近 就说白了就是哪个更重要 对你来说 学生说哪怕用想 肯定是生命 生命没了 留个名有个屁有 对吧 这是第一句话 老子问你 明与身孰多 孰亲 第二个问题 身与祸孰多 身还是生命 祸 财务 名利的利 我问你啊 你的生命重要 还是利益更重要 这个多就是重要的意思 就是说哪不屁话嘛 还是生命重要 看来你还是比较怕死 是吧 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一句话 德与王属并 这句话就比较值得琢磨了 说德到和王失去 哪个更是问题 更是毛病 这个吧 听着好像能翻译 但是你一琢磨其实有点问题 我看陈古英的翻译非常搞笑啊 陈古英认为是这样的 就说德指的是得到名利 这个听着可以吧 因为上面在讲名利嘛 所以德指得到名利 那么王呢 是指王失生命 就是丢了性命 然后整个怎么翻译呢 并的是有害的意思 所以陈古英这么翻译 得到名利和丧失生命 哪一样为有害 听着翻译挺好 我一琢磨吧 老先生的逻辑有点问题 我老师讲这个陈古英老师这个书很牛 但是他这个翻译真的有很多时候 我感觉还是欠琢磨 但是这句话说起来实在是太大话了 是吧 你说这老先生欠琢磨 那真的是这样 你琢磨一下啊 咱细细分 得到名利 还有丧失生命 哪一个为有害 你过一下 得到名利 在老子看来是不是就会丢失生命了 丢失生命的原因是不是得到名利 他问你得到名利和丢失生命 哪一个有害 你这个说法不对 我认为得和失 它的编语应该都是名利 这句话的正确翻译是 得到名利和丢失名利 哪个更有害 这个逻辑才是通的 就是我们一般人认为我成名了 我很有钱 我是得到了很多东西 贫困很悲惨 很有问题 但是老子让我们说 你以为得到了吗 你认为这种得到名利是好的吗 他是让我们思考这个 因此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 得到名利和丢失名利 哪一个更有害 这个解释才是对的 然后下面一句 故慎爱必大费 啥叫慎爱必大费呢 就是如果一个东西你特别爱 特别要追求 一定大费 会费很多东西 那我在想了费啥 我觉得费的就是生命 你只要爱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身上就废掉你大部分的生命 比如说我喜欢睡觉 那你的生命就在床上流逝了 这叫慎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望 这个藏我估计是指的是利吧 那前面的慎爱可能是爱名 那么多藏就是你家里多藏货物 多藏钱财 必厚望一定会损失很大 我看有一些真的就是可能读书有点读傻了的老师助解释说 你家里有很多钱最后丢失的也很多 我觉得这个解释实在是 你的意思就是张老师钱少 所以我怎么丢也丢不了多少钱 马云一丢就是五千万 不是这样解释它有什么意义呢 对吧 人家丢了五千万还是比我多 对吧 所以多藏必厚望不能这么解释 望我认为也是丢失 也就是代价 就是多藏你家里有很多钱 说明你为这个钱付出了非常多的代价 比厚望 失去了很多 失去了什么呢 根据上位还是生命 理解了吗 所以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 知足不辱 你要知足才不会收入 知指知道何时停止 知道失可而止 才能没有危险 带危险 这样可以长久 这样讲我感觉从头到尾就通顺了 当然我是喜欢琢磨 多琢磨 再多琢磨一层 刚才已经是琢磨了 再多琢磨一层 我喜欢把它放在现实中去考虑 刚才我们说了 名声和生命哪个更重要 你早就说了废话 生命重要 也就是你是一个小学生 初中生或者高中生 你已经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了 人类怎么可能会犯错呢 我从小都知道没有命 啥都没有了 那我怎么会拿命去换名和利呢 所以他中间的逻辑没解决啊 对吧 你想想吧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不能拿生命换名利 但是事实上 他就是拿生命换名利 他为什么会出现 知行如此不合一的情况 这才是这篇文章 我觉得特别值得琢磨的地方 那为啥呢 他的本质在于 你换一点利益 他不至于直接致命 这才是问题 比如说吧 你今天没钱了 邻居看不起你 是吧 你想交房租 交不出来 房东 拿眼睛摆你 你心里受极大的侮辱 连吃饭都没得吃 就这状态 所以我如果得到一点利益 我怎么会不做呢 何况我得到了这点利益 也不至于让我的生命 直接就没了呀 对不对 因此他最大拳击在这 然后你们想一想 一种加班的体制 996 不是前段时间 那个程序员还做了一个 什么996ICU的网站 那意思是你先996 然后去ICU 这样的一段 我听一段奇葩说 我觉得实在是太扭了 那段奇葩说 我可以播一下 我觉得这个逻辑实在是太扭了 我觉得听得不贵了 怎么会有如此聪明的人 你先听一下 就是这样 用在生活里很便利 一旦进入工作就特别麻烦 去年我们公司因为业绩不错 得了很多奖 CEO就在公司群里发 这些荣誉属于脱口秀 属于所有脱口秀的参与者 我一看这话也太好笑了 就在另一个没有CEO的群里发 是啊 荣誉属于参与者 但是钱可都给你一个人挣了 哈哈哈哈 你们现在听起来 可能没那么好笑 但当时整个群都沸腾了 甚至有好几个同事给我发私信 伯阳 你发错群了 而且你会发现 其实科技给每个人带来的便利 背后都是别人的心酸 之前996工作制的事 还记得吗 程序员建了一个网站 叫996ICU 上班996下班ICU 这话乍一听 程序员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程序员惨 ICU里的医生 是不是也很惨 抢救了一天的病人 好不容易回家吃口饭 推进来一堆程序员 吃什么饭 点个外卖接着干吧 当然这话乍一听 医生好像特别惨 但你仔细想 医生惨 外卖小哥是不是也很惨 送了一天的外卖 好不容易歇一会儿 来了一堆医院的订单 还歇什么呀 骑上车子接着送吧 当然这话乍一听 外卖小哥好像特别惨 但是你仔细想 外卖APP的服务器 为什么夜里9点还在运行 对谁在维护 如果医生或老师在夜里叫外卖 是不是ICU里 也就来不了那么多承讯员 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下次你叫外卖 送碗 汤撒 只要人家不是故意的 别急着生气 回想一下你自己在工作中 那些束手无策 焦头烂额的时刻 可能你就没有那么 想给人家打差评了 如果我们注定 都要成为生活的乙方 至少我们可以选择 在当甲方的时候 对彼此善良一点 好 你感觉一下 他这个逻辑就是 无懈可击 对吧 你说你这个程序员996吧 然后身体不行 ICU抢救 那本来这医生可以下班 现在完蛋了 得加班给你做手术 然后这个医生想来 我也回不去了 我还是点个外卖 外卖小哥也996的 然后全是中国都996 因为一个领域带起来 其实都996 这个能理解吧 然后非常悲惨 但是你去想啊 996是一个什么概念 你放心 一般公司都没有996的机会 只有出钱最多的公司 才能让全员996 我回家的时候 要经过小米 北京小米的总部 然后有的时候 我录刻录得很晚 我自己觉得很挺辛苦的 我跟陈老师俩人 凌晨两点 录过那里 你看小米公司灯火通明 凌晨两点 你去想一想吧 就公司 他给的多 就像比如说 华为在招聘的时候 他最高的工资 一般能给到起薪 一个比如说硕士博士 毕业生的起薪 最高是可以给到200万出头的 你作为一个菜鸟 一出来第一年200万 然后你去想了 200万的待遇 牺牲我10年的青春 合得来啊 我老子后面舒服 对吧 我只要不进ICU 我也成功了 所以他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会一下子出问题 是一点点透支的 所以生命 他从来不是突然流失 是逐步积累 耗尽 有点灯枯油尽的那个感觉 这才是我觉得很大的问题 就像你们再想一想吧 就是你们很多孩子都会觉得 学校里作业那么多 我每天都没有思考 这个学习肯定不能学得很好 但是你最后还是去这么学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如果我这么学 我未来会死 但是我不这么学 我现在就死 这一比较 我还是透支现在的生命 比较合适 所以事实上 我们很难做的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 而且我比较绝望的就是 我认为未来的教育 未来的工作都会这么悲惨 起码在你们这一代 没有改观的可能性 这是张老师的认识 几个理由跟你们分享 第一个理由 这个社会是一个竞争社会 竞争社会的逻辑 就是能者多劳 劳者多得 所以它的特点就是 我们这个社会啊 你不要想是某个国家 某个人可以让你做的 不是 就是整个社会就这样 叫分工嘛 就是你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是不是就专业化 比如说你很漂亮 在整个村 整个镇 都是最漂亮的 小伙子都追你 好那我认为自己漂亮 那我专业化 我准备去做网红直播 我以我的漂亮去直播 然后你看都很漂亮 然后你就会发现 完蛋了 原来我这个也没有太多优势 我们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 老师跟老师竞争 天才跟天才竞争 然后我们的整个社会是很有利的 为什么很有利呢 因为最牛的人付出最大的精力 在推动这个行业的进步 点灯 遨游一样耗尽生命 推动本行业之进步 燃烧的是生命 但是发展的是社会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很可恶的 就是 是这样一个特点的 你想想它能不悲惨吗 是吧 第二个原因 中国经济也好 世界经济也好 红利期有点结束了 因此未来竞争一定很激烈 那么既然全社会竞争都如此激烈 不会便宜了你们这帮小学生 大中学生 你们也得给我干 结果就是这样的一个 白热化的竞争状态 所以我说 一个是现实原因 一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机制 就是现代化 就是这样的竞争机制 因此一定会很悲惨 但是说的太可怕了 对吧 因此老子这个话 虽然给我很大启发 我认为解决不了 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的生命就在透支 而且一点折都没有 要么我就非常平庸 完全没有发言权 要么就豁出生命 然后祈祷不进ICU 真的是这个样子 所以人很悲惨 你说我现在学习这么苦 我能不能优着点来了 你可以优着点 然后高中就跟你没关系 对吧 我说高中优着点 大学跟你没关系 你要能付出代价就可以 然后有另一种方式 让你进ICU的 这是人生最可悲 最可悲的事情 不如奋起反抗 我先豁出去 挣上钱 然后我说 我这个课不带了 我想享受一点 可能还有一点点机会 如果挣钱少 更悲惨 这就是中国的一个 真的现实 所以我说 这一章让我读是 你一听很有道理 但是它是鸡汤 你钻到现实去想一想 发现 这则鸡汤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 都懂得老子的道理 但是解决不了 生活中 你们是不是见过这样的人 比如说 把你们家图墙喷漆 装修的时候喷漆 那个漆啊 你是不是 喷完漆都不敢住进去 过了仨月 还有味道 晚上把窗全打开 不敢睡觉 或者让他晾半年 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 怕我们得白血病啊 什么的 是吧 有甲醛之类的 但是你看那喷漆的师傅 连这个面罩都没有 就在屋里喷 一天喷到晚 这家喷完去 下一家喷 每天都在透支生命 然后我再讲一下 我是浙江人 我们那里有很多纺织厂 那纺织厂 那个机器特别大 一个布拿200米400米 那扛扛不动 然后那些女人 都能扛起来的 非常吓人 加工费 比如说阿迪达斯 这种加工费 七毛 你知道七毛 什么概念吗 四毛的电费 一二毛的工人成本 老板能挣一毛 已经很好很好 这就是纺织业的 这个特别悲惨的事情 然后你走进哪里 噪音呢 我就觉得干五年 就干聋了 然后尘土飞扬 那线头啊 倒入尘土 虽然戴着口罩 有什么用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 适时的工人的状态啊 他们难道不在 透支生命吗 但是如果他敢 不透支生命 他立即就可以结束生命 一点尊严都没有 不说了 再说出来 你们就觉得 活着没啥意义了 对吧 但是听课还是很快乐的 对不对 不说了啊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诗 这是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诗呢 是因为我在写稿的时候 正好给高一 暑假班上课 我给学生讲这个诗 每次讲到暑假班 我都要讲这个诗 因为这诗实在太好了 王范志的诗 本人最爱之一 王范志 接触他的原因是 当年我买了一本 唐诗鉴赏词典 那是正经的诗歌 鉴赏词典 我想学一学 诗歌的鉴赏嘛 然后打开一看 我一看 这里头有个王范志 他的年龄吧 比李白杜甫还要大 一看 出唐诗人 他还是和尚 然后写的诗呢 好像跟我朋友邻居一样 就是一个比李白杜甫年龄 还要大的人 写出的诗 跟我邻居写的一样 比如说 我读一下这首诗啊 题目 他的诗很有风格 题目都叫诗 他写的诗 题目都叫诗 所以你说 请问王范志的那首诗啊 那首叫诗的诗 对吧 就这个样子 我先念一下这首诗 咱把它命名为 用首句命名可能比较好 就诗句啊 听一下 叫城外土馒头 现草在城里 一人吃一个 墨写没滋味 诗写完了 这是出唐诗人写的 城外土馒头 土做的馒头 什么玩意 还在城外 坟墓 那个坟包 城外土馒头 一个一个在那 馒头需要馒头像 这是北京人喜欢抗议啊 你不要抗议 在南方人面前 没有馒头和包子之分 我们包子就是馒头 馒头就是包子 对吧 所以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 我说给我来个馒头 他说这是包子 来个包子 这是馒头 我非常生气 对吧 这不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他北方是馒头 就是里头没东西的 包子就是里头包的东西 南方都一样 来一笼馒头 就是包子 但是如果这个包子里头 啥都没有呢 叫蛋包子 你看这个名字多好 对吧 里头没有的蛋包子 就这个东西 他说馒头需要馒头馅 就是包子馅 馅草在哪里呢 说这个土馒头的馒头馅 就在城里 谁是馒头馅啊 在座的各位 包括张老师本人 都是馒头馅 咱一死 先去ICU 抢救 抢救不过来 送到城外 做成土馒头 而且你还不要不服 一人吃一个 墨鲜 没滋味 我虽然在这讲这种诗的时候 还是很快乐 但是我就觉得生命的底层 依然是悲壮 依然是悲凉 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在短暂的生命中 我现在的人生观似乎跟老子讲的不太一样 我现在的似乎人生观是 与其这么悲惨 不如奋其反抗 哪怕活得短一点 至少精彩 但是这个很不健康 不能宣传 是吧 那我最后补充一个人生观吧 读书读得好一点 现在吃点苦 以后工资拿得高 拿得高之后 比如说你一年可以拿到300万 你说我不要这么多 我只要50万就可以 那你300万的人要求50万 你的生活将会无比轻松 但是你说你只能挣到10万 但是我的家庭支出是20万 你就很悲惨 所以还是好好学习 以后享受悠然自得的生活 那是个梦想 好了 这一讲咱们就讲完了 好 各位同学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北域学堂 我们今天要开讲道德经的第50章 那50章呢 主要讲养生的 这种章节课太好了 为什么 就像我这样的 教书十多年的老教师 最担心就是半途猝死了 所以说要成为一个名家 最重要的就是活得长 把你的所有对手都熬死了 你就是老大 因此长寿啊 是非常重要的 对吧 当然你们各位同学也可以听听啊 你们现在很年轻 没有什么长寿啊 反正每天就可劲的折腾自己身体 也没啥事 对吧 冰箱里零度的西瓜 掏出来咔咔往胃里 来个冰激凌 来个火锅 反正什么东西都吃 反正也死不了 就这种感觉 对吧 但是听完了 很吓人 我们读一下原文啊 他说 出生入死 生之徒 时有三 死之徒 时有三 人之生 动之于死地 亦时有三 福何故 以其生生之后 盖文 善舍生者啊 路行不遇似虎 入军不备甲兵 似无所投其脚 虎 无所用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 福何故 以其无死地 这里有一个字啊 最好抄一抄啊 就是那个四 就是那个 那个挺怪的 这个这个四 那这个四呢 是犀牛的意思啊 前面我们推荐过 那个电影叫 上帝也疯狂 对吧 如果你们看完了 就会发现 这个犀牛 它是有一个习惯的 就是你在野外生一堆火 它是异物灭火源 对吧 森林灭火源 它会跑过来 用后腿 把这个火给踩灭了 这是非常神奇的一种习性啊 你说从达文进化论的角度 讲如何解释 这犀牛的行径呢 你可以分析一下 这挺搞笑的啊 他说完了啊 这个字你写一写 然后诸葛因就可以啊 接着我们讲一讲 这个养生理论啊 先来说啊 人的一生 是怎样的一生呢 四个字 出生入死 出从阳台里出来 从天地之间出来 我不管从哪出来吧 出来了就是生 活下来了 对吧 然后呢 入死 总有一天 你要进入大地 城外土馒头嘛 你要进入这个土馒头之中的 那叫出生入死 那我们现在也有一个成语 叫出生入死 跟这里不一样 咱现在的出生入死 是说我跟着你两肋插刀 出生入死那种 但是这里指的是 人从生到死亡 是一个所有人的过程 好 那这个过程之中呢 他说 其实走到死亡的这种方式 是不一样的 生之徒 实有三 什么叫生之徒呢 活得很长寿 徒呢 就是类 就是有一类人 活得很长寿 占多少呢 十个里头 有三个 百分之三十 第二类呢 是死之徒 就说白了 你不是掏西瓜吃 一会儿来个冰淇淋 一会儿来个火锅 一会儿来个麻辣香锅 那种 早死 这叫死之徒 十有三 别以为你很年轻啊 都出问题就晚了 知道吧 这叫死之徒 十有三 第三类 是人之生 动之于死地 亦十有三 这啥意思呢 你属于长寿者 就是你这个基因啊 按上天给你的寿命 可以活一把 吃冰淇淋 只能活一百一了 老麻辣香锅之类的 活一百 是吧 然后呢 到处去折腾啊 比如说 跑一圈回来 全是汗 咔冷水澡 九十了 然后呢 老顶撞妈妈 然后说妈妈说吃饭 我半是吃 咔摔门而出去 经常是挨饿 八十岁了 然后你会发现 自己的各种可恶的品行 晚上熬夜打游戏 剩七十了 最后就是什么呢 动之于死地 就是你本来属于生之土 但是呢 你乱做事情 然后呢 变成了死之土 哎 百分之三十 十有三 你想一想 你属于哪一类啊 然后他说 那为什么会出现 第三类斗笔呢 啊 就是本来能活得长 你说啊 我的基因有问题 我的基因嘛 到三十岁就心脏病 然后只能活三十五岁 那咱也认了吧 基因不好 或者咱出生在非洲啊 生下来就有艾滋病 那咱也认了啊 这个遗传不好 你没有任何基因问题 啊 然后呢 有吃有喝 家庭交接好 父母爱你 老师疼你 然后你这个人需要 动之于死地 你想想 为啥吧 福何故呢 什么缘故呢 一切生生之后 生生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养生啊 或者说过分的养生 我想问你啊 西瓜有什么用呢 补充糖分水分 还有很多营养物质 所以西瓜是无害的 它是来帮助你的生命 得到滋养的西瓜 对不 那么各种调料呢 那也是啊 麻辣香菇呢 它也是好的东西 但是你乱搞对吧 就把这种养生的东西 不加原则的摄入 这叫生生之后 你反而就短受了 所以老子给我说出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 他说人他不会说 呃 刻意的减少自己的生命 而是过于养生了 过于吸收那种 对生命有好处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身体啊 一走路就累 来个车吧 再也不走路了 那这是不是养生啊 让身体得到休息 好 你一辈子就是不走路 结果是什么呢 身体肥胖 早死 是吧 这个叫生生之后 啊 理解了吧 但是这里头 我掐指一算啊 出现一问题 你说生之徒呢 百分之三十 死之徒呢 百分之三十 作死的百分之三十 一家百分之九十 这就很麻烦 对吧 所以陈古英先生啊 灵机一动说 老子可能在说的是 这三类人 他其实都不怎么样 那你活得久 不是因为你自己努力活得久 是 是本身注定你活得久 好比说你基因很好 而且吧 你还特别穷 每天只能吃青菜萝卜 最后长寿了 这不是你自己努力结果 是被迫长寿了 对不对 这不算牛 那死之徒就没什么好赞美的 对吧 二十岁就挂了 那么 比如说出唐四节 对吧 至少杀 是死的都很悲惨 对不对 第一 王伯 是掉水里了吧 但他不是淹死的 你要搞清楚 王伯是 掉水里之后 把他捞起来之后 没有死 但是受了极大惊吓 所以叫惊记而死 就这王伯死 这个王伯死得有点惨 是吧 然后洛宾王 是造反作死 是吧 反抗武则天 被武则天弄死了 但是有一个传说说 他隐居了 变成个和尚啥呢 估计是也是 正是因为他肯定是死了 对吧 杨炯呢 王羊 卢洛四个人 对不对 还有一个 卢兆林是自杀身亡 身体不好 与家人诀别之后 自杀身亡 所以出唐四节 除了这个杨炯 还算正常有点寿命 寿下都是这个死之徒 或者动之于死地的一类 然后那个陈国英说 这三类人都不牛 最牛的是剩下的十 百分之十 然后我一算啊 剩下还有谁呢 生之徒 死之徒 作死之徒 三种 可能还有一种 我的基因有问题 我的基因注定 我三十五岁就要死 但是我特别会养生 是吧 我每天很节制 晚上只喝粥 再吃点蔬菜 特别养生 最后活了一百二 这种人才是可以 所以应该是省略了一句 就是人之死 动之于生地 就这种人才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么解释的话 有点太牵强了 所以我呢是跟一般的注视家观点一致 就是这里老子写出了个破绽 不应该说十有三 应该是三有一比较合适 他说的不是百分之三十 而是三分之一 他可能行文不是特严谨 就出现了这百分之十的误差 哪种解释是对的 你可以琢磨一下 反正 但是这种啊 其实你琢磨归琢磨 不是太重要 为啥呢 你只要抓住老子的中心思想即可 不管是百分之十的赞美 还是误差 至少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愿养生 把那些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咔咔咔吃进去 每天吃十个人参 它不是好事情 最后是因为养生 因为想活着 所以就断命了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些老人啊 到点就会去吃好多好多的补药 吃完死得非常快对吧 那种补药非常吓人呢 所以我说是什么补药之类的东西啊 我感觉还是少吃啊 对吧 张老师还是一个浙江人 浙江有很多的制造业 我透露一个小秘密啊 我们知道中国对胶囊要求是很高的 我们因为前段时间出现过什么毒胶囊事件嘛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浙江目前的胶囊监控非常严格 严格到什么程度呢 采购在哪 全要备份照片全有 而且所有的那个生产线 从这个明胶融化到制成胶囊 全部都有摄像头录着呢 而摄像头监控的那个视频在哪呢 在药监局呢 你就知道监控有多严了 所以浙江出问题过这个地方 其实整治的很好 但是像山东啊河北 好多厂子不是太合规 当然有一些经营者也是浙江人 他们也生产了好多不合格的胶囊 卖给谁呢 卖给制药厂是卖不进去的 制药厂要严格呢 卖给谁呢 保健品呢 所以你说这样的保健品吃下去 那真是非常保健的吧 吃下去就动之于死地了 所以正常的保健就非常简单 多散步是吧 多锻炼 多吃萝卜 这是比较靠谱一点的吧 好不说了啊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就更有意思了 他说盖文善射生者 盖文就是我大概这么听说过 善于养生的 射生就养生 而我听说善于养生的人啊 路行在陆地上行走 他欲不见犀牛和老虎 哎呀这句话你琢磨一下吧 张老师不是一个善射生者 我是一个感觉要动之于死地的人 我也见不到犀牛和老虎 对吧 不是这个真的很奇怪啊 下一句说 入军不被假兵 这假兵假铠甲兵器 所以假兵合起来应该就是指兵器 那意思就是 你哪怕进入军队之中 你也不会被兵器所伤 打起来那个子弹绕着你走 就这个感觉 叫入军不被假兵 然后下面啊 说似无所投其脚 这个犀牛的脚啊 没有地方用脚来攻击你 老虎呢 没有地方用爪子来伤害你 兵器呢 不能用自己的刀热 放在你身上伤害你 所以后面三句就是说 犀牛不是很厉害吗 有个脚对吧 这个老虎有个爪子很厉害 兵器有个刀热很厉害 对你来说都伤害不着 这个叫做似无所投其脚 虎无所用其爪 兵无所容其刃 讲到这儿 疑问是不是已经出现了 因为这太奇怪了 是吧 就是说我善于养生 善于养生就见不到老虎 哪怕见到他也不会咬你 这个感觉太奇怪了 是吧 这是奇幻漂流啊 这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然后最后说了 福何故呢 那为啥呢 我也想问为啥呢 老子说 一七亿 无死地 无死地直接翻译就是 没有死亡之地 这怎么都不像人话 对吧 那我们稍微转变一下 可能是说 他不接近于 会让他死的地方 那你应该说 我不会去 有老虎和有犀牛的地 这个我们能理解 你不应该说的是 我在陆地上行走 不会遇到犀牛和老虎 反正总之 解释来解释去 很大的问题 就不合逻辑啊 这个事情 是吧 那当然古人啊 很巧妙 提出了三种解释 至少三种 第一种呢 是唐朝的陆熙生提出来的 陆熙生先生啊 是这么认为的 他说 不被老虎咬啊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你碰到老虎 老虎准咬你 他说 应该这么解释 得道之人啊 是参透了生死 之生有常理 则守道报德 而不候其生 之死一常理 则乐天之命 而不忧其死 这个啥意思呢 就说 一个得道之人 就知道什么是活着的道理 所以他每一天是很质朴的生活 他不贪图享乐 他也知道 人是终有一死的 所以是乐天之命 有死亡也不忧愁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老虎照爱咬我 但是吧 我看透了 老虎咬我不畏惧 犀牛拿脚来拱我 我也不害怕 所以这个东西吧 有点是哪怕我死了 我也不怕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 你说跟第一段的养生 是不是有点像矛盾 当然这是他自己的看法 就是意思就是 我被老虎咬 因为我不怕 所以等于没有被老虎咬 就感觉是这样的一种解释 非常奇葩 这是陆西生 你听着他是有问题的 对吧 我再用一排吧 司马光的解释 司马光是这么说的 似乎已欲强暴 那意思就是 似乎是个比喻法 他不是真的犀牛和老虎 是指的社会中的那种强横之人 比喻那种强暴之人 处强暴之间 而不见害者 以其柔顺不争故也 这个啥意思呢 我身边这些人都虎视眈眈 动不动要与人打架的 但是因为我呀 学了道德经 所以呢 很柔顺 我不招惹他们 那不招惹他们 这些强暴之人呢 也就不揍我了 那我就保全了生命 这个吧 有点驼尿政策的感觉 对吧 而且 而且我在想了啊 你说是比喻 比喻至少说得通啊 你再柔顺 比如说来了一个老虎 老虎先生 我非常柔顺 对吧 我一动不动了 那老虎很高兴 就把你吃了 对吧 你柔顺老虎就不攻击你 你拿把刀 要跟老虎搏的老虎才吃你 你觉得这是老虎吗 不管你手里拿着什么老虎 这样吃你 只要他饿了 对吧 所以这一种解释 我认为也不完美 就是把它解释为比喻这种说法 还有第三种说法是 某仲健老师 与我不谋而合 我读这一章的时候 我脑子里猜了一下 后来我才读到某仲健 真的啊 不是读了他我理解 我先猜 后来读到这个书 我发现不谋而合 他这个解释是什么呢 他说啊 老子是一个真正的善于养生的人 他懂得清静无为的道理 与世无争 远离是非之地 这就是说无死地 这意思是什么 这座山有老虎 有道之人怎么办 我压根就不去了 而不是说我 咔去 因为我有道德 老虎就不咬我 不是这个样子 是根本就不去了 那什么样才不会被子弹打着呢 我根本就不参军呢 我心里没有什么建功立业 保卫国家 没有这想法 我就做平头老百姓 危险的事我应该不做 这样才是扬生啊 而且大家想一想 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老虎咬死 只有一种人 喜欢老虎皮的人 是不是古代人是吧 经常喜欢把狩猎 把老虎皮剥下来 作为毯子啊 或者作为衣服 那这种去打猎的人 失守的几率是最高的 咱如果不贪那一个 养生的工具 这个狐皮 咱就不会遇到老虎 那你要去抓犀牛 涂啥 涂他那个脚嘛 这个犀牛脚是宝贝 对不对 那我不贪 我就不会遇到犀牛 你为什么要参军 那一个是国家强迫 还有一种呢 你想建功立业啊 你想改变自己命运呢 结果把命丢了 所以老子意思是 我因为不谈 我不要这些养生的东西 我反而长寿了 我要远离是非之地 这叫乱邦不拘 威强不立 这是孔子的教导 这叫乱邦不拘啊 孔子这个人还真是 比较有意思啊 他曾经再养过一个人 说鱼不可及 什么叫鱼不可及呢 说这个人啊 特别厉害 国家清明的时候 这个人就很清明 他就特别聪明 大家一看很聪明 召集他来当官 后来这个国家无道了 特别混乱了 他就变得很傻 国家一看 这个人不能远离一点 然后他就避祸了 所以孔子说了 这个人的聪明 咱是可以学习的 这个人的这种愚蠢 真是自愧不如 学不来啊 虽叫鱼不可及嘛 大家能理解了吧 这种叫避祸的智慧 当然这种智慧 到了庄子那里啊 就更神奇了啊 今天我过个度啊 因为你们到初二之后 就可以听我的庄子课了 我肯定是要讲庄子欺骗的 而且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老子在庄子面前 那就是一个开胃小菜 老子很爽度着 啊 诀完之后 世界观都被刷新了 但是你读了庄子 就知道世上原来真有神仙 这两者差别还是很大的 先给一个小段落 大家欣赏一下 我念一段原文啊 是这么说的 知离书者 以隐于旗 肩高于顶 会抓指天 无管在上 两臂为邪 错真致谢 足以虎口 啊 骨策拨镜 足以十十人 上征武士 则知离 阳臂而犹豫其间 尚有大义 则知离 以有长吉 不受功 尚与病者素 则受三中 与十数心 福知离其行者 由足以养其身 中其天年 又况知离其得者乎 我先翻译一下 让你们见识 见识庄子的神奇 好吧 庄子说了 还有一个人非常厉害 名字叫知离书 你想象一下 啥叫知离啊 知离破碎 书啊 可能是缺胳膊少腿的 那个样子 应该叫书 这个人的名字叫 知离破碎又书 这么一个叫知离书的人 然后他的长相啊 他进行了外貌描写 首先是乙 什么叫乙呢 腮胖子叫乙 下巴腮胖子叫乙 乙隐于其 什么叫隐呢 其是肚脐眼 腮胖子比肚脐眼要低 你先想想啊 我先翻译完了 这个腮胖子下巴比这个肚脐眼要低 第二句 肩高于顶 这肩膀比头顶要高 你想想啊 第三句 会抓指天 会抓就是发际 这个发际是朝天的 咱的头发一说 是不是往下垂的 它是往上的 我就这个头发 五管在上 五管解释有好多啊 一种解释就是五官 就是我们的鼻鼓啊 眼睛啊 这个出口 是朝天的 然后你想一想啊 我没法操作 两臂为斜 什么叫两臂呢 就是这个两个大腿延伸上的 是从这个斜这个地方分叉了 咱们正常人这是胳膊 然后有个身体 然后再分叉 他说从这个地方就分叉了 两臂为斜 好 你想象吧 就这个人叫支离术 什么样的呢 我操作一下 我不管操作 首先是下巴比肚脐要低 这个不好操作 我估计是严重驼背 可能是 就是驼背嘛 驼得很瞎嘛 就是那个样子 应该是支离术那个样子 所以肩高于顶 大家能想象吗 肩膀比头顶高 就这人 这个严重驼背了 就这家伙啊 他说这家伙完全不用乞讨 这吧 像这个人 现在如果在北京 应该有不少收入 因为长成这样不容易 但是这个人有工作 错针致谢 什么叫错针致谢呢 大概是缝衣服 就是给人缝衣服 足以糊口 就是给人缝缝 我虽然残疾我也能养活 我有手艺 我给人缝缝补补补 照样养活我 会吃的不错 不需要你们来扶贫 古策波晶呢 大概给人加工这个水稻啊 米啊这种东西 给加工这粮食 足以食食人 什么叫食食人 养活十个人 还有两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养活自己 第二份工作养十个人 你们想想 你们家里的人 能养活十个人吗 那个人的工作 哪怕说 妈妈是家庭主妇 爸爸一个人上班 上面还有俩老人 下面俩孩子 他一个人才养活几个 才养活五口人 但是这残疾人 养活十个人 高瘦入群体 再往下啊 上争武士 就国家打仗嘛 要来争武士 则支离书 壤臂而犹豫期间 什么叫壤臂 就是甩开胳膊 犹豫期间 什么意思呢 上面来争打仗的人 一般人都躲起来了吧 咱读过杜甫的 那个三立三别 就知道来打仗 是很悲惨的 所以大家都躲起来 我要参军 但这个人不怕 大爷倒败 你们来干嘛 争兵 对吧 每天都可以这样走 有的时候 上有大义 什么叫义呢 就是扶牢义 就比如秦始皇 来争来挖坟墓的人 修长城的人 这叫有大义 大家害怕了吧 支离书 因为有严重疾病 所以永远不会被征兆的 你说挑士兵 怎么会挑这号人 对吧 接下来 上与病者素 有的时候皇帝啊 会给一些残疾人 或者身体不好的人 就是给他们一些粮食 这叫什么 残疾人补助 也叫什么 给贫困的人一些补助吧 因为他的残疾实在太严重了 永远排在第一名 所以可以接受三中的粮食 和十捆柴火 每年向国家还可以领 估计这笔收入 又可以养活两口人 所以他们家 他可以养活十几口人 那大家听了 当然 庄子如果讲到这儿 你只会觉得 庄老师 庄子是不是很逗啊 而这个语言的想象力 真的是很令人崩溃的 他怎么编出这号残疾人的 对吧 但是如果你看完最后一句 庄子就封神了 最后一句是这么说的 你的身体支离破碎到这种程度 你还能养生 还能让你好好活着 那如果你的品德支离破碎这个程度 那得多厉害 哎呀 我就最后一句话放在那之后 你再琢磨一下 说这个人残疾到这个程度 是吧 这么厉害 那如果品德也残疾到这个程度 就更厉害了 不然我到最后这句就没法理解了 对吧 然后就给人无限的想想 那所谓的品德上 能够残疾的 是什么人呢 是什么人呢 那我举个例子 政府说你 你只要博士后出战 博士不行 博士后出战 找一个工作 北京就可以给你户口 一般人就 我努力读博士后 那如果支离其得呢 这个东西没啥意思 我不干 你要给我奖励 我不感兴趣 你要撑处我 我也不害怕 就是那种状态 就是我完全跟社会是 飘荡在外面的这套体系 没有任何一个位置是适合他的 因此 也不会被谁所用 他悠哉悠哉 活了一辈子 耿耿地呀 聊聊天 对吧 别人来征兵呢 还跟那些征兵的人 谈一谈 朗毕其间 就这个样子 这段话是人间事的一段 我读到这儿 我真的觉得很好 当然如果你们读过 庄子欺骗就会发现 这样神奇的残疾人 有六七个 每个人都是非常搞笑的 对吧 每个人都是 所以我是觉得 你读老子会觉得他好 读庄子 你会觉得无法评价 一个是开胃小菜 一个是正宗大餐 所以没读过庄子 真的是莫大之遗憾的 好吧 我不说了 这算是一个 提前的一个揭露吧 我们以后要讲这个庄子 希望你们会喜欢啊 当然我们回来想一想啊 老子说的实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条嘛 一 不要养生而导致断命 你觉得这享受 其实每一个享受 都让你生命付出代价 不要去做这个傻事 第二个也不要去贪婪 节制才能养生 当然这种养生的理论 到了庄子那里 就变得神秘莫测了 对吧 就变成了一种 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了 对吧 咱们有时间探讨探讨 好 这一章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玉学堂 我们今天讲道德经的第48章 我先念一下原文啊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 不足以取天下 翻译很简单 唯学日益增加 日每一天 就是唯学就是做学问 或者求学 求学的时候 要每一天都增加 增加什么知识 唯道日损 但是如果是唯道 就追求道 你要一天天减少 你不能每天学新东西 是每天忘记旧东西 最后老年痴呆状态 损之又损 减少了 他又减少 减到最后 以至于无为 正当你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 无为而无不为 因为你无为 所以无所不为 什么都能做成 取天下 我们讲过老子中的取天下 很奇怪 别的书里取天下 都是夺取天下 只有老子这里是指治理天下 说治理天下 要用什么 要用无事 就是无为 不要做刻意的事 如果有事 极其有事 如果你要用有为的方式去治理 不足以治理天下 这个后面我就不隐身了 就是无为 为什么不足以取天下 这种我相信你听到今天 应该非常清楚老子的含义 他也在鼓吹这种无为而至 我就不说了 这一章最有味道的 其实是前两句 或者前一句吧 前八个字 叫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这个真的很经典 这八个字 我看了一下冯友兰的说法 他说唯学就是求对于外物的知识 知识要积累越多越好 所以要日益 唯道呢 要求对于道的体会 道是不可说 不可明的 所以对于道的体会 是要减少知识 见素抱谱 少思寡欲 所以要日损 说得很清楚吧 知识是有形的 所以我们今天做个笔记 明天学一章 后天学一章 知识越来越多 但是要求道呢 因为道本身就是不可言说的状态 所以你要每天减少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减少的是什么 冯友兰说了 减少的其实就是欲望 感情之类 日益的东西就是知识的问题 然后冯友兰说 其实这两个问题并不矛盾 所以冯友兰都读出的见解 就是咱们一方面要日益 一方面又要日损 为道所得的是一种精神境界 而为学所得的是知识的积累 这是两回事 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的精神境界可能还是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浪漫 用老子表达的方式 一个人也应该知其意义 守其损 这段话来自中国哲学史新编 这套哲学史写得很好很好 我读过最恶心的中国哲学史是北京大学的教材 那套北京大学编的什么中国古代哲学史 一个差不多是这个名字 然后他编者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群人 所谓的专家者 对吧 他们编的这套书 这世界上最恶心的中国哲学史 我当年翻来附近看好几轮 太可恶了这套书 前面都是一个论调 因为地主阶级怎么怎么不好 所以我们这个农民怎么样 所以哲学思想就怎么 如果哲学思想都这么简单 还谈什么哲学思想 你不是开玩笑吗 那套书极其恶心 如果大家想看 可以看一个中国哲学史新编 就是冯又兰这个 个人写的 永远比集体写的书好得多 你见过哪一本是集体写的书 特别牛逼的 没有 那你觉得吧 所以就像我说 后来的历史都是官修的 就不怎么好了 司马迁私修的 班固写的汉书 那就很牛 是吧 这个道理大家要明白 当然这里头 闲说就是冯又兰 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咱们学生啊 我觉得读书的时候 这个信息量收集 可能还是少一些 比如说冯又兰 郭沫若在我们的整本语文书中 他的地位都是很高的 但是如果你们稍微查一下资料 就会发现 他们都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是高尔基 我最近一直感兴趣去钻研 高尔基一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谜 因为高尔基前段生活是一个人 后面是另一个人 这种转变是让我们的学者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高尔基海燕 童年在人间 我的大学特别有名 但是大家如果稍微查一下 就不会对高尔基简单的肃然起敬了 你们去查一下 当然这个题外话怎么说了啊 然后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 我想起了一个武侠电视 金庸的那个倚天屠隆记 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隆记真的很好 有一段故事是讲那个张三丰 传授张无忌那个太极剑法 然后这挺有意思的 然后给他耍 原书里写张三丰耍这个剑特别慢 特别慢 然后旁边的人看了之后崩溃了 这剑法也能杀人 这不是老头跳舞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剑实际是神在剑先 绵绵不绝对吧 就这种状态 但是别人看了这玩意是像扫地一样 左扫扫右扫扫对吧 然后燕子潮水一般 就这个状态 然后张三丰问道 孩儿你看清楚了没有 张无忌说看清楚了 张三丰道都记得了没有 张无忌道已忘记一小半 张三丰说好那也难为你了 你自己去想想吧 张无忌就低头默想 过了一会儿张三丰问道 现在怎么样了 张无忌道已忘记一大半 然后张无忌身边的这些人都急了 比如说那个周电啊 大声叫了说糟糕 越来越忘记的多了 张真人你这套剑法很深奥 看一遍怎么记得了 所以请你再使一遍给我们教主 瞧瞧吧 这周 张三丰微笑的说好 我再使一遍 然后呢 提剑出招 眼将起来 众人只看了数招 心下大气 原来第二次所使和第一次所使 竟然没有一招相同 这也叫再来一遍 也就是他的剑法是一次性的 就是一遍是这个样子 另一遍是那个样子 就非常有趣啊 然后周电叫道糟糕糟糕 这可更叫人糊涂了 他们觉得可能张三丰也老年痴呆了 伍的两次剑都完全不一样 然后张三丰呢 化剑成圈啊 问道 孩儿 怎样了 张无忌道 还有三招没有忘完 这一招忘得差不多了 然后张三丰点点头 放剑归座 张无忌在殿上缓缓 夺了一个圈子 就是夺步 夺了一个圈子 夺完了之后 沉思半赏 又缓缓夺半个圈子 抬起头来 满脸喜色 教导 这我可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了 然后张三丰说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 这下着口令 对吧 然后你这就请八臂神剑指教吧 说着将手中木剑 递给了他 递了给他 就是开始比武了 这一段啊 你感觉着 就是金庸深受道家影响 那他这个书里 比如说逍遥派 出自庄子 是吧 然后降龙十八掌 飞龙载天 出自周易 天龙八步 佛教典故 对不对 然后你看 这不断忘记 点出老子 我们日后还会讲 有一个电视剧 我忘了是什么 九阴真经 念出的口诀 是老子 我不知道老子还可以练武功啊 我再给你们看这段电视 看一看 这挺有意思的 这个是 但是电视和我刚才讲的情节不一样 所以我情节讲一遍 你电视看一遍 你感觉像两个 哪个更妙一些 好吧 无计 看太极剑法 同时 看太极剑法 出自于 得不努力 入伍 出自分 出自于 出自于 出自了 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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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季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还记着没有 一忘记了一小半 现炒现卖也难为你了 现在怎么样 一忘记了一大半 糟糕 教主越往越多 那他就 张建人 你这路太极建法很是深奥 看一遍 无计怎么记得住呢 请你再试一遍 给我们教主瞧清楚 现在呢 我这下全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了 不坏不坏 忘得真快呀 他们图村俩在干什么 好 看完了这个电视 我还再讲几句吧 好吧 我觉得没过瘾 讲啥问题呢 讲讲读书吧 真的讲讲读书 你说从金庸的小说创作 你悟出什么 我就悟出一个道理 一个人的觉悟是 一个整体 你大家有没有发现 有很多学生 小学生喜欢抄好的描写 比如说胡子怎么描写呀 云怎么描写呀 喜欢抄这个 高中生喜欢抄论据 说勤奋的论据是这些 什么 无私奉献的论据是这些 是吧 然后呢 坚强的例子是啥 司马迁啥 就这些东西 你看 小学出的都是 而且是有个标题 就这个材料用在哪 都是标的很清楚的 但你放心 这些永远不是作文高手 而一般作文都是困难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记得所有东西 既然目的是明确的 它就很难用上 你既然这一段故事 是服务于坚强 它就不能服务于第二个主题 但是高考 它不可能只好坚强 所以这个玩意都扮运不上 它这个逻辑 但是如果你把司马迁的故事 全部研究清楚 我也不知道可以用来干什么 但是我保持对他的整体的了解 那么不管怎么考 我发现司马迁的这个行为 符合这个主题 这个学生写得很好 所以写作文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综合能力 你说金庸老爷子 为什么写得这么好 你看他有深厚的文化修养 就比如说对老子 对这种对那种庄子 对周易这种不是一般的理解 他读佛经也很长时间 所以这种东西构成了他的基本素养 至于有一天他突然想到哪一条有用 那是他自己选的事 而且不到那一刻 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地方可以这么用 你不觉得张三丰 这个是很简单 就是围盗日损的这么一个体现吗 甚至有点生硬的在我看来 但是被他一创造吧 确实很有意思啊 包括两招都是那什么 那说明是无招吗 就根本就没有招式 根本就不需要你学具体招式 而且要把它忘掉才可以 对吧 这个能理解吗 所以我误出一个道理就是 大家千万不要去想 老子可以干什么 你要保持的是好奇心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缺德 是吧 什么原因 对吧 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西方 或者说 怎么这么解释 我觉得不对啊 保持好奇心 把它搞得滚瓜烂熟 至于他有什么用 那是要等你有一天 你要用的时候 有一天你是个管理者 老子就可以服务于管理 没问题 有一天你身体不好 要保养 他就是个养生著作 有一天你要大语文老师 他就是教学的课本 有一天你要教孩子 那是游睡孩子的教育方法 你不知道他能干什么 他组成的是一个体系性的认知 他决定了一个人认知的层次 这个是我认为的读书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国家特别着急什么诺贝尔奖 好 王毕去培养 你最后诺贝尔奖很难获得 有人说诺贝尔奖是这样的 现在是零星出现 如果中国真有未来 诺贝尔奖一定是成批出现 要么就很难出现 你知道啥叫成批出现吗 比如说有一百个教授 经常在一起论编 这一百个教授水平差不多 最后谁获得诺贝尔奖 他都有可能 所以他是成批出现 要么就没有 就水平集体很低 大家理解这种集体水平 这么一个概念吧 好 希望你们能保持对老子的 无功利的阅读 好 这一讲就讲完了 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学堂 我们道德经的第43章就要来了 我先念一下原文吧 天下之至柔 驰骋天下之至坚 无有入无间 无事以之 无为之有益 不言之教 无为之益 天下惜及之 那这段话 其实我们学的是最轻松的 它是属于 我看来就是鸡汤 我们知道 这个道德经里头 有大量的那种 格言式的鸡汤 然后这些东西呢 往往给我们很多启发 然后读起来又轻松愉快 我觉得是读起来很享受的 那这一章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我们简单翻译一下 天下之至柔 至柔就是最柔的东西 最柔弱的东西 至柔 他说可以驰骋天下之之坚 那啥叫驰骋呢 咱们正常情况下 驰骋就是应该是 比如说马蹄奔跑那个样子 那这里肯定不是 因为驰骋天下之之坚 显然构成了动兵结构 那这个驰骋就不是一个不极物动词 它应该是个极物动词 那怎么翻译呢 就比较麻烦 在汉语啊 他这个应用的时候很灵活 像这个翻译其实就比较麻烦 我看有一些注视家是这么翻译的 说是驱使驾驭的意思 就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可以驾驭天下最坚硬的东西 这个听着嘛 就有点像男人征服世界 女人征服男人这种感觉啊 但是这种观点被女性主义听到 非得大肆嘲讽一番 对吧 那不应该这么讲 我看牟中建老师的解释 我认为更好 他说自由穿行 虽然这个东西跟前面的驰骋的本意 已经相距很远了 但是我觉得自由穿行 它特别有道理 因此这个你怎么写啊 都无所谓 最好把这两个意思都写一下 我们分别翻译一下啊 第一种翻译是 天下至柔的东西 是可以驾驭天下最坚硬 最坚强的东西 第二种就是 一个至柔的东西 才可以自由穿行一个 特别坚硬 似乎无法攻破的这么一个东西 可以自由穿行 我觉得这两种其实都可以 意思也差不多嘛 柔弱胜刚强对吧 下一句 无有入无坚 无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空间东西 你这个东西就没有缝隙 那你说怎么进去呢 如果一个事物真的没有缝隙 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进去的 除非毁坏它 那什么东西还是可以进去呢 他说无有就可以进去 就这个东西根本就是无形 所以你把它封住又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吧 空气 你不管空气多么稀薄 这个空气的分子多么小 你还是可以把它封住 一个气球就可以封住 它进不去 出不来了 但是我问你 空间你能不能封住啊 你封不住 你怎么包裹空间就在里头 因为空间是无的状态 它不是有的状态 没有大小 你看无有入无坚 那当然他的意思就是 道就是无有的状态嘛 所以道你不管怎么守住啊 哪怕你的被窝里 这道也可以顺利进去 就这个样子嘛 他可以进入任何地方 无有入无坚 没有空间的地方 所以这个字不要读无坚 无坚应该是 然后下一句是 无事已知 无为之有益 事已我讲过一万遍了啊 因此的意思 就是我因此就知道 无为是有益的 那这个因此的因果关系 一定要搞清楚 就是因为无有的东西 可以穿入没有空间的地方 所以无有是无坚不摧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东西 是比较坚硬 总有挡住的时候 就是这个意思 无为是有益的 然后最后一句话 就是我们读了好多次了 不言之教 不说话也是很好的教育 对吧 无为的益处 无为之益 天下西极之 就是天下人很少领悟到 很少追得上 就这个意思 整体来看啊 没有太多新鲜的意思 还是老子的 贵无的思想 贵柔的思想 没啥可说的 像不言之教 无为之意 咱们也是耳朵 听出简来了 当然我想在今天啊 想把它讲的稍微再延战一点 因为老子这种书啊 你不要认为我读懂了 永远没有读懂的时候 包括我 也是在走到老子道的过程中 但是永远无法抵达的 那我就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那什么叫无为 什么叫质柔呢 哎 就是你想一想 我们讲了好多什么质柔啊 什么 那我说确定的定义是什么呢 你想一想 什么样的做法 属于质柔的做法 属于无有的做法 属于无为的做法呢 那什么又是属于钢墙呢 那我问你啊 妈妈想 我想妈妈买个东西给我 妈妈不买 我拿起一把刀 你必须买给我 这是钢墙 咱很清楚吧 那我问你 萨坡打滚算什么 但我打的街上 萨坡打滚 这是柔呢 这是钢呢 钢我们一般的理解 钢不就是你给我买来 我必须买 不买 这是很清楚的钢 就是非常钢墙的对抗 但我说萨坡打滚 也是一种对抗吧 那是很恶心的一种方式 你们已经长大了 一般不会的 对吧 有些小孩子 萨坡打滚非常厉害 那你说 萨坡打滚属于钢还是柔 你就会发现 心里底部下 这是柔还是钢 还是钢肉并济 是吧 不知道 你躲到自己的房间里 再也不高兴了 饭也不吃了 以绝食的方式想买这个东西 这是钢啊 这是柔啊 这么一问 你会发现 钢柔这个东西 其实挺难分清楚的 那如果分不清楚 那他说 我们做事应该以柔克钢 你也做不了 因为我定义就搞不清楚嘛 好 所以我们今天想讲一讲 什么是钢 什么是柔 我的心得是 凡是目的性 指向性 非常明确的行为 属于刚强和有为 目的性很明确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张老师花了一个亿 在央视搞了个广告 推广道德经 对吧 张老师肯定什么都没有了 对吧 打完广告就可以 光屁股回家了 对吧 但是我打这个广告 那目的是什么 肯定希望全国人民 去报这个课嘛 目的性明不明确 明确 所以他是不是 刚强的行为呢 他是 他符合 因为目的性非常明确 那我现在一个月 掏不出来 我掏一千万 来赞助一个 比如说国学讲堂 不是我讲 也没说请你报名 没有 就比较藏在里头了 那你说 这个东西目的性 明不明确 你想目的性 还是比较明确的 但是呢 这个目的性 比刚才这个呢 是不是柔弱一些了 因此这个东西 是柔占一半 刚占一半 但是目的性 还是比较明确 那如果我另外一种方式 这个什么方式呢 比如说 我经常在贴吧里顶 顶什么问题呢 就来批判 我们现在很多老师 讲道德经 讲得很差 我说这个人 讲道德经 你看 有如下错误 列出了一个帖子 这个老师 在网上讲道德经 有这么多错误 这个老师 有这么多错误 全部落列出来了 让你看 哦 这个老师是个杠精 专门跟网上有名的老师 对着干 你一听 那你说 我给他对着干 是图啥呢 你说这人图名 搞错了 我是来招生的 你看不出来 我是来招生 我通过批判他们 让你们理解到 我的水平比他们 高那么一丢丢 那你就不去来找我 报名了吗 所以我的目的还是招生 但是你看不出来了 那这个事就比较柔 虽然采取了硬刚的方式 我是这么理解 刚和柔的 那什么是刚 什么是有为 也很清楚了 就是目的性比较明确 那种就是刚 柔呢 是润物细无声 你看不出来 我是屠杀的 这个行为 叫柔 好 比如说两个人开始打架了 我当时看那个弗兰克林自传 这个书 小朋友喜欢看 你可以看一看 弗兰克林自传 就是相当于外国的论语 美国的论语 因为弗兰克林是一个 首先是建国三节 美国的 这是建立整个美国体制的核心人物 而且道德表率 这是最难得的 他这个道德上学习非常好 所以弗兰克林自传 可以看一看 那这个弗兰克林自传 讲了弗兰克林 有一天跟自己的一个政敌 俩人就是关系很不好 那个人 只要弗兰克林做什么就反对 然后弗兰克林就想了 怎么去化解 你们听一下 如果用刚强方式解决 那非常简单 决斗呗 我弗兰克林肌肉发达 咱们打一架 打赢了谁是老大 这是刚强的解决方法 中世纪一样的决斗 那么刚柔病激的方式是什么呢 咱是男人喝杯酒 喝完酒 说出我的所有不满 我们敞开怀抱 这是刚柔病激 那么弗兰克林采用什么方法呢 是说有一天找这人说了 这个事我一直做不了 您能帮帮我吗 就对方一听 我是你敌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居然有求于我 说明你彻底怂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你一下吧 弗兰克林得出一个结论 你看化敌为有最好的方法 是求教育敌人 让敌人帮助你 然后这个敌人觉得自以为了不起 然后成了你的朋友 帮助你 弗兰克林说这个方法 你看这个就是比较柔的方法 好 这个如果搞清楚了 那我最后举个例子 就是如果孩子不写作文 家长比较强硬的 有为的方式是什么 那很多 比如说威逼 对吧 恐吓 利诱写出来给你买个手机啥的 利诱 还有呢 动之以轻 小之以礼 还有最痛快的 最刚强的行为 报一个辅导班 这是比较刚强的行为 目的先很清楚 你作文查吧 让你写作文吧 是吧 那么柔弱的方式是什么呢 那比如说 这个家庭氛围啊 就是喜欢表达 每个人都在抒发自己的看法 然后这爸爸还经常写博客 这妈妈经常写书 还老是带着个孩子 我这本书的序言 你帮我写一写 这一段你什么 这孩子自然就写作了 润无息无声 你还不知道 让你写序 你还以为是 妈妈看得起你呢 其实是 让你写作文知道吧 像这种就是 比较柔的方式 那么老子告诉我们 无有入无间 是柔弱驰骋之间的东西 那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他就意思很简单 你如果要做一个 刚强的事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刚强的事 是有巨大的副作用的 因为只要刚强 一定有阻碍作用 我举个简单例子吧 孩子不写作文 我说必须写 这是刚强方式 孩子可能写了 但是哪怕写得很好 他也心里藏了一点 就是不自信 因为妈妈骂我了 那孩子的厌血 可能慢慢就滋长起来 所以任何刚强方式 都有巨大的副作用 这是他告诉我们 还有第二个要告诉大家 就是 当然我也是抛开来说 我认为老子说的 刚强柔弱 刚强应该也可以 起到实际的作用 讲一个我自己的 一个见过的一个故事 我们班有一个初中同学 有个非常不靠谱 就是每天学习 都是那种 还骚扰那个语文老师 上课的时候 调皮捣蛋 就那种状态 然后有一天 那个老师跟我们说 你们语文要学好 以后写情书都写不了的 然后这个学生就 咔就站起来 我给你写一封 这个语文老师 气不打一处来 本来是像活跃气氛 直接把天聊死了 然后整个教室 在沉闷的欢乐中 对吧 然后后来被我们的 另一个男老师知道 这个男老师 血气方刚非常火 把这个学生揪着领子 就揪到了办公室 悬空揪到了办公室 把他扔在了地上 扔在地上 然后把门啪一关 你知道这个门啊 三楼一楼就能听见 我们在那已经下得一哆嗦 这个门你现在快倒了 就把门啪关上 然后我们下课过去 那老师还在怒骂这学生 那声音之大啊 那真的是这个老师 我估计脸上都是 清清暴露那个状态 治刚治阳的解决方式 但是这个老师 在这个刚中 依然粗中有戏 戏的在哪呢 他搬把椅子坐在门口 你想跑 跑不了 你就得在这挨骂 最后 骂得他服了 痛哭流涕 向老师道歉 这个学生从此再不倒乱 他想服了吗 他懂了吗 所以你看啊 刚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老师很聪明 是什么 虽然你说是一个治刚的方式 所以我们日常生活 是可以采用治刚的方式的 对不对 但是背后还要一个柔 我跟你讲道理 我拦住一下 这种还是柔 如果只有钢 那这个副作用是非常大的 好吧 这是我觉得 我经历的一个事情 是吧 最后讲一个社会啊 我以前讲庄子的时候 讲过这个故事 关于钢和柔的问题 就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你说目的性强 那谁能比这强呢 就是政府 政府做事情 目的性肯定是很强的 比如说 我鼓励年轻人创业 给你们贷款 目的性很清楚 赶紧创业 给我们经济搞起来 目的性很强的 但是根据老子的这个见解 目的性强的行为 都属于钢强 都有极大的副作用 再举一个特别小 特别小的例子啊 北京堵车 那政府想堵车 我们马上解决 那怎么解决 限号 就是北京不像上海 还可以拍卖车牌 拍卖都不可以 我们北京很清高 拍卖的钱 我们不稀罕 我们不要 就是限号 你就摇吧 摇不着 你就摇不着 反正现在大家都在 哭里摇呢 一直就摇不着 就这个状态 好 这是一个绝对 刚强的行为 连拍卖都不允许的 刚强行为 那目的是来解决什么 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好 听我说它的副作用啊 我那天看了一个帖子 哎呀 震惊了 看了个啥帖子呢 他说 目前绕过北京市 限牌之方法 哎呀 我一看 我总结一下啊 第一条方法 是听说要限牌啊 然后那一个月 北京的汽车成交流 看传上去了 有些人连夜购买二十辆一百辆车 每辆车价格四千元 而且听说那个时候的四五千元的车啊 直线涨价 后来就很快涨到一万了 他为什么去买那个五千块钱的那种烂二手车呢 快报废了车 因为占车牌啊 而且因为价格低 所以保险费很便宜 就占这车牌 不是限号了吗 限号了之后 这个东西就是稀缺资源 就是有利可图 就是这些人 50辆车100辆车买了 买了之后租啊 一个车牌一个月 使用费一千五 租吧 我有一百个 你看 发财知道到了 第一条方法 第二种方法 结婚 你看中国人为了绕过这个 连结婚都豁出去了 啥叫结婚呢 夫妻之间总可以过车牌吧 所以 有些人啊 单身名下有好几辆车 我就愿意跟你结婚 结完婚之后 把车牌再过户 你再给我钱 我们再离婚 就说了 两不相欠 那有人说 那可能是不是中间有问题啊 人家包证一个月就办完 然后前面财产全部公正好 清清楚楚 有专门机构 帮你解决 你都不用出面 那只不过你那个婚姻呢 写这个离婚证 对吧 那是肯定是有的 结婚的方式 第三个方式 呃 就是购买一种 没有在现行和现盘的一个非常奇特的车种上努力 皮卡 这个皮卡的车没有在北京是限制小客车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这种家用小客车 皮卡 又不像货用 又不像小客车 皮卡没限制 好 现在专门买皮卡 所以有好多皮卡只卖北京用户 这个车上也非常牛 好 这是第三种方法 第四种方法 是买外地车 但是办进京证 有人说 那进京证可麻烦了 就说外来北京不是五环四环三环吗 你们都听过那个五环之歌 对吧 那这个五环 那个地方 是办进京证的地方 那每天跑一趟五环 就是因为进京证时间很短嘛 去一趟五环才回来 那都不有油钱 别着急 也不用这么麻烦 五八同城 有专门商家 一个月跑腿费才一百六 快递到你家 在进京证 你不用跑 你就外地车开着 这又是一个方法吧 然后说的是第五个方法 买面包车 有时候面包车不还是那个牌照吗 哎 面包车分两种 一种是后面做人的 一种是后面是一个 一个那个载货的那个面包车 这个不是小客车 真可以买啊 那你说买了之后 那后面没法做人 就两个人位置 别着急啊 办完你的车牌之后 人家只要你一两万块钱 把你后面再装上 又恢复那样子 当然说警察抓住是有问题的 他说一般抓不着 抓住了人家有办法把你捞出来 啊 专门有产业链 这是第五个方法 第六个方法呢 说如果你花个三十万 是可以直接落户到你名下 至于方法 不可说 人家怎么操作咱也不知道 反正就有这个 还有一点就是 原来管北京摇号的那个交通的那个 那个负责人 因为贪腐几千万被抓起来了 我感觉跟这个有关 接着啊 第七种方法 购买名下有汽车的空壳公司 这公司没有业务 但是名下有车 在现盘之前 这个公司就有车呀 地下 你把这公司买了 这车盘不是归你了吗 你只不过变成了一个董事长 总经理而已 人家还把这个账搞得很清楚 税务等等都没有问题 可以摆这个 还有一个方法呢 说第八个就是法院起诉 是吧 你有个车盘 你是男生 我也是男生 你不可能咱俩结婚 同性恋中国不支持 那怎么办呢 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你欠我钱 但是事实上你不欠 你说欠我 举个例子 二十万人民币 我要求强制执行 这个法院一看 你名下有车 那这个车就要查封 到我名下呀 抵押给我呀 所以法院攀下来 这归我 对不对 你看我成功了 然后我再打给他这钱 结束了 好 那这说完了 这是以上讲的是八个方法 我听北京2020年开始 这个政策又升级了 比如说外地车又有什么限制 结婚要满一年 你们不是要结婚吗 是吧 你得满一年才能离婚 你要不那你一年 那中间的纠纷可就多了 人家可能不断结婚 我其实对这个补丁啊 我不是什么赞美不赞美 我只是一个感慨 我觉得中国人的遵守规则 实在是太差了 可能全世界最差的 你看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破绽 而且中国人第一件事 就是去找法律的破绽 其实很简单嘛 不是大家摇后嘛 就是北京车拥堵了 所以不要这么多买车 你尽量坐公交车 坐这个地铁就完了 但是中国人首先想到的是 找各种机会去解决 所以中国人的那个 法律的管束成本是非常高的 哪个地方都能找到缺陷 但是用道家怎么分析这种现象呢 我引入一段庄子的几句话 庄子第七篇的应地网 我们以后肯定是要讲庄子的 那你读了庄子就会觉得 他比老子牛多了 读完真的太爽了 这个庄子 我肯定是要讲的 庄子的第七篇里头有这么一句话 他说鸟高飞 已必增益之害 西蜀深雪乎神秋之下 已必熏凿之患 而增二重之无如 这句话我们翻译一下 他说这个鸟飞得特别高 为啥飞得特别高 就是躲剑 人在底下射剑 它所以飞得特别高 你射不着 那这个田鼠呢 它会在一个非常深的洞里藏着 来躲避你们的什么 拿烟熏火料去抓他的方法 哎 两种动物都知道如何躲避人类的刚强行为 你觉得人还不如这两个虫子吗 不如这两个动物吗 所以只要你推政策 以人之智慧 马上寻找你的缺陷 这就是因为他用了治刚的方法去解决 那你说如果用刚柔并济呢 我自己觉得应该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辆车 你想这些所有灰色行为 80%都 至少80%全没了 你第一辆车要保证 这是基本出行权利 但是你非要全部掐死 那对不起只有这个结局了 因为太治刚 没法不躲避 然后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你别看交通还是那么堵啊 还是那么可爱 但是我想说他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的 让这一个些的老百姓 他不是想着去遵守规则 而是去违反规则 这个才是社会很多风气带坏的原因 真的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要注册一个公司 假如说我一定要去行贿啊 在北京是不需要的 我不喜欢去那种小地方 创业的主要原因就是 有小地方真的说不清楚 可能你要办件事 必须托人 必须要给点贿赂 而你说为什么要给贿赂 就是因为正常办不下来 所以你去疏导它 用柔的方法去解决 这种所谓的社会道德问题 很快就解决了 所以有些道德的问题 是因为我们的社会 采用治刚的方法去解决 产生了巨大负责用 好我讲到这 希望你们可以再去撕海 你不要认为 智柔无有 你想明白了 其实结合社会生活的很多事 不管教育问题 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获得启发 这个是老子思想的魅力 好各位同学 欢迎回到北域学堂 我们今天上的是 《道德经》的第45章 我念一下原文 大乘若缺 其用不必 大营若冲 其用不穷 大直若取 大巧若捉 大便若那 造圣寒 敬圣热 清静为天下正 这里最容易读错 就是那个大巧若捉 再强调一下 笨捉 不是捉 还有大便若 那 我们论语中有 是吧 敏于事而 乐于言 不要搞错了 好 注音注完了之后 我们来看看 这张很轻松啊 老子的格言集 我们知道老子有四个字 非常关键 叫正言若反 就是听着特别正确的言论 听着就像反话似的 就完全不靠谱似的 是吧 最不靠谱的东西 最靠谱 最靠谱的东西 听着就非常不靠谱 这叫正言若反 这句话特别有魅力 是老子的 就是看家本领吧 我们一般会偶尔说出 一两句这样的话 但是老子凑了这么多话 也是语言界的奇观 对吧 然后我们先看第一句话吧 就是大成若缺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最完美的叫大成 就看起来有很多缺陷 既然有很多缺陷 怎么都叫完美呢 他就这么说 最完美的东西 它好像有缺陷似的 这种话听着是不是就 很有那种 给人的灵魂洗礼的感觉 这种很妙的震荡 我从1984里 1984这本好书嘛 学生一定要看一看 特别初中生 1984中有个口号 那口号崩溃了 老子一样的口号 三句话 第一句话 自由即奴役 你感受一下 第二句话 战争即和平 这什么玩意儿 第三句叫 无知即力量 我们一般都知识就是力量 他这个是无知即力量 这三句话放在一起 我觉得太恐怖了 对吧 爱因斯坦也说过一个正言若返的话 他说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情是 这个宇宙居然是可以理解的 您到这里过一下 宇宙中最不可理解的事情 就是宇宙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真的真的 这种话真是太妙了 对吧 好 我们回到这个大成若缺啊 说最完美的东西看上去有缺点 那这话我们理解的浅一点 就把它当鸡汤堵啊 我界定鸡汤就是 人生的很多很有道理的哲理 但是呢 谈不上深度认知 我一般把它称为鸡汤 就是 不是说鸡汤就是差的啊 我是说 他可能不是说有特别复杂的理论背景 但是他可能说是一个人生哲理 就那种我一般界定为鸡汤 能理解吗 我这个词 讲课中经常出现啊 我需要界定一下 那么如果把这句话理解为鸡汤 那么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 断壁维纳斯 对吧 断壁维纳斯 这个维纳斯多美啊 美就美在他胳膊还断了 然后你去想吧 有了一个缺点的这种美 但得多美 是吧 各种想象就来了 如果他是完美的 他就是个雕像 他缺了个胳膊 反而是非常妙了 是吧 第二个例子就是曾国藩的书房 你们知道曾国藩被称为千古第一完人 对吧 不是完了的人 是完美的人 这个曾国藩的书房叫什么呢 叫求缺斋 求什么 求缺点 独孤求败 是吧 第三个 是吸完了 这是不是挺鸡汤的 那当然给我们人生哲理也是很多啊 比如说 我们不要求完美 是吧 有一个有缺陷的其实挺好 要认识自己的缺陷等等 然后后面有一句话说 其用不必 就是只有不完全完美的完美之物 他用起来才没有衰败的一天 必就是破败衰败 一个小完美的小盈满的东西 用着用着就用没了 大盈满的东西看起来很有缺陷 怎么用的用不完 就简单来说 比如说是一家公司 如果这公司已经做到极致了 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抗龙优惠 对吧 周一里头说的抗龙优惠 就是你已经发展到最顶点 盛极而衰 但是如果这公司存在问题呢 他就没有到盛极 有缺 他就可以永远前进 求缺斋 有感觉吧 当然这都是鸡汤啊 谈不上深度认知 他只能说 他有点意思而已 那咱深一点讲吧 引用和尚公的讲解 他说 为道德大成之君 若缺者灭名藏欲 如毁缺不备 这啥意思呢 就是你把道德表现在外面 什么都要显得自己有道德 放心 你这个人道德不是太高 真正有道德之人 大成之君 是灭名藏欲的 所有荣誉藏起来 名声灭掉 这个人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道德才是最完美 大成若全 这个我感觉有点意思 好吧 这么说 下一句啊 大营若冲 其用不穷 冲 我们前面学过了 道冲 用之或不赢 冲是空虚的意思 冲虚道长还记得吧 对吧 冲是虚的意思 空的意思 那么大营若冲呢 就是大营满的东西 看起来像空的 像虚的一样 是吧 这种东西才用不完 比如说道嘛 道很完美 是吧 但是好像什么都没有 所以用也用不完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劝人依然是 富不骄 富不奢 保持那种状态 才是大营若冲啊 对吧 就是大富豪 穿一双布鞋 是吧 这个叫大营若冲 知不知道 而不是说 是吧 把我那艾艾薇的包拿来 对吧 不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看下一句啊 大直若驱 大巧若拙 大便若嫩 都是这么翻译 大直 大的正直 仿佛是 委屈随和的 咱知道一般政治的人 都是很有棱角的 他不是 大政治的人 反而是 委屈随和的 最巧妙的工匠呢 大巧 仿佛笨手笨脚的 对吧 最高级的巧遍 这个口才 是什么样的呢 是像结结巴巴一样 若乐 你看这三句话 也很有哲理 对吧 你随便讲讲 就很有意思 比如说 最好的能工巧匠 是什么样的 对吧 最 就比如说 我们以前讲过的根雕 对吧 根雕不是说 你把它雕刻成 什么复杂的东西 就好 而是说 这个根尽量少雕 就保持原样 然后充满想象力 引导到哪里去 那就大巧 看起来好像很笨 不会雕刻似的 大巧若作 对不对 那么大便呢 不是 这个名字 读习怎么这么怪啊 就是伟大的便才 是什么样的呢 讲一个生活中的常识 如果你口才非常好 滔滔不绝 一句话赶着一句话 往往很难说服别人 是吧 结局是什么呢 你辩论了半天 那个人说 算你对 不要说 算你对 你一听 算你对 你就知道了 啥意思啊 他口服 心不服 你口才越好吧 越听着像陷阱 还不听你 但是如果你平时不少说话 说一句话 就一口脱抹 一口丁 就那个样子 你说的任何一句话 人家特别相信 这个能理解吧 所以最会有 最有口才的人 他是像结结巴巴那样 不会说话的那个人 最可以相信 最能说服别人 举个例子 顾结刚就这样的人啊 顾结刚跟鲁迅吵过架 对吧 吵得还挺严重的啊 古史变派的发起人 非常伟大啊 这顾结刚 他在北大上课非常牛啊 他口才推入 而且满口方言 没有就是你说碰到这种教授 真是崩溃了对吧 你明知他是中国最牛的历史学家之一 然后吧 就不会上课 不像张老师这样能流畅的上 他就结结巴巴 完全没法上课 所以一节课四五分钟 他就写了四十分钟的黑板 就说同学们 就写黑板 一直写一直写 写到下课 同学们我走了 就走了 这课都是这样 主要写黑板而已 就这个样子 但是大家都相信他 很多人都支持他 比如说钱牧师把顾结刚当知语之恩的人 一到周末顾结刚家里多人 宾客如云呢 大家 你说这个人这么内向 应该是不善于社交吧 他也相反 走得很开 大家都信任他 愿意跟他聊点 是吧 跟一个结结巴巴的人聊 可能比较有乐趣 对不对 这个说完了 这是顾结刚的这个 这叫大便若嫩 然后呢 我还凑了一个 我说跟上面比较接近的 叫大勇若妾 罕信 有大勇吧 钻人家的裤装 对吧 大勇若妾 你看多好 是吧 造得跟那个老子 好像一家乱真似的 对吧 然后我们说最后一句话 造圣寒 净圣热 清净为天下正 我们翻译一下 造动 造动可以胜过寒冷 对吧 你冬天冷的时候 是不是跑跑步 动一动 那这样就不冷了 造圣寒 净圣热 安静下来 清净自然凉 静下来 汗不出了 净圣热 对吧 所以清净 是天下的主宰 清净为天下正 但是你仔细琢磨啊 就发现老子逻辑有问题 你听听啊 造动可以胜过寒冷 冷的时候需要造动 那说明造动有没有好处呢 有好处 净圣寒 说明安静有没有好处 也有好处 那就有的时候需要造动 有的时候需要安静 那你怎么能得出一个结论 清净为天下正呢 那造动有的时候也是天下正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呀 与理不合呀 因此有些注视家就开始改了 比如说马旭伦的改法 他说那句话错了 应该改成这样 寒盛造 净盛热 这个听着吧 有点道理吧 寒冷可以胜过造动 把你造动的心 搁到冰箱里就好了 也符合后面清净为天下正了 然后呢 蒋西昌呢 我现在认为应该改成 敬盛造 寒盛热 敬盛造 寒盛热 我感觉改的哪个更好呢 应该是蒋西昌这个改的更好 敬是盛造 寒呢 是盛热 所以清净为天下正 我觉得这个改的很好 说一个题外话 蒋西昌我最近在读 钱穆先生的诗有杂役 然后在写钱穆的笔记嘛 然后我跟宁老师两个人 然后这笔记写了六万多字 是吧 我应该过不久就要把它写成 录成那个十节左右的课 去讲述 钱穆的那种智学之道 给我影响深 我读这个书读到里头 发现钱穆有一好朋友 蒋西昌 就刚才讲 蒋西昌钱穆的好朋友 俩人是怎么交往的 哎呀 看到那 哎呀 蒋先生在这个书里啊 你知道 有他乡遇孤之的感觉 就你对蒋西昌并不了解 你只是知道 蒋西昌是住戒 老子和庄子比较厉害的人 你也没有什么特殊印象 但是在偶然阅读的时候 又看到了这个故人 你知道有多惊喜 是吧 他乡遇孤之的感觉 哎 蒋先生一向可好啊 对吧 就是那种感觉 很亲近 所以有的时候读书是 慢慢读出感情的 我上课跟你们讲啊 什么呃 陈古英啊 蒋西昌 马旭伦 高亨啊 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可能严林峰 你还记得那个特务是吧 但是可能你慢慢的 有读书读的多了之后 会发现 张老师讲的这些人物 慢慢的你都熟悉起来了 就像你身边的人一样的时候 哎 读书就到一定的程度了 哎 有他乡遇孤之 那种感觉了 真的很好 最后我们欣赏一段 神雕侠里的片段 不是电视剧 咱就看小说 这个电视没拍出来 电视没拍出来 我读一读啊 这段其实很有意思啊 呃 说这个 这个神雕叔叔是吧 这一个 就里头的这个男主人公 对吧 杨过同学 掉到一洞里 对吧 这个洞啊 其实很浅 行不到三丈 一地尽头啊 杨过见洞久啊 有一对乱石高企 集赐一个坟墓啊 一抬头 见洞壁上似乎写的有字 看那三行字写着 纵横江湖三十余载 杀尽仇寇 败尽英雄 天下更无抗守 无可奈何 为隐居身骨 以雕为友 无虎生平求一敌手 而不可得 成寂寥难堪也 下面的落款式 建模独孤求败 这个的话 算牛了 对吧 就没敌手了 没办法 只能隐居于这个雕凶为友 神雕 然后作者名字叫 不是 这个坟 这个坟墓的名字是 主人是独孤求败 然后你想想老子 大成若缺 人都求胜 这人叫独孤求败 所以你说求胜的人强 还是求败的人强 当然是求败的人强呢 对不对 金庸深受道家影响 然后看下面啊 杨过极目上望 瞧清楚 是剑种 两个大字 种就是独留青种 像黄昏的那个种 对吧 表示坟墓 对吧 剑种 他就好奇心起 何以剑意有种呢 难道独孤前辈 拆断了爱剑 埋葬在这里吗 只见大石上 剑种两个大字之旁 尚有两行字体较小的诗歌 上面写着剑魔 独孤求败 既无敌于天下 乃埋剑于丝 乌虎群雄束手 常见空力 不以背负 真的是独孤求败 到这种程度了 读的这真的很有感觉 那出了一会神 再伸手去拿第二柄剑 就是他先进去是拿的第一柄剑 锋利无比 我们知道剑都是锋利无比的 然后呢很轻巧才可以 所以是宝剑的那个感觉 第一把剑 他说这个宝剑非常厉害 但是我们接着介绍他第二柄剑 去拿第二柄剑 只提起数尺 苍狼一声 竟然脱手掉下 在石上一碰 火花四剑 不禁吓了一跳 原来那剑黑油油的 毫无异状 却是沉重之急 三尺多长的一把剑 才三尺 就一米多 一米多的一个剑 重量竟自不下七八十斤 就这剑 七八十斤重 干活着似的 比之战阵上最沉重的金刀 大脊油重数倍 杨国提起时 如何想得到 出乎不意的手上一沉 便拿捏不住 于是再俯身拿起 这次有了防备 拿起七八十斤的重物 自是不当一回事 剑那剑 两边剑锋都是盾口 就没有剑锋 两边都特别顿 剑尖更圆圆的 是个半球心想 这个剑尖还没有尖 是个半球形状的 然后呢 心想 此剑如此沉重 又怎能使得灵变呢 何况剑尖 剑锋都不开口 也算是奇了 对吧 看剑下的石刻石 剑两行小字又说明了 使用说明 是这么说的 重剑无缝 大巧不攻 四十岁前 是之航行天下 就前面这把剑 大概是二十岁之前 就有大成 就那把青的 你二十岁之前 跟人搏斗 可以一剑刺石 对吧 但是你要练到四十 成很牛 要无敌于天下 得用这七八十斤的 没有热的这个剑 而且你看看里头这些词 重剑无缝 大巧不攻 还牙晕 老子这里学去的吧 正言若返 放到了武侠中 就那么有境界 是吧 然后呢 重剑无缝 大巧不攻 杨过难难念着 重剑无缝 大巧不攻 八个字 心中似有所悟 但想世间剑术 不论哪一门 哪一派的变化 如何不同 总以清零 殉疾为上 这柄重剑 不知怎生实法 想怀惜弦 不尽 神痴久之 过了两久 才放下重剑 去取第三柄剑 这一次又上了个当 他只到这剑定然 由重前剑 他认为 那把剑可能 好几百斤 对吧 用尽力气 所以他提剑的时候 利运左臂 对吧 左臂上 想特别特别 特别有力量 对吧 哪只拿在手中 却轻飘飘的 浑似无物 宁神一看 原来是柄木剑 这个金庸老爷子 塑造这三把 第一把是锋利无比 第二把是七八十斤 没有任 第三把 一把木头小孩子玩的剑 木头剑 年身日久 剑身剑柄 均已腐朽 而且都烂了 对吧 但见剑下的石刻道 就是这说明书写了 四十岁后 不至于物 草木竹石 均可为剑 自此经修 剑尽于 无剑圣 有剑之境 无招圣有招 这个对吧 以无为有之境界了 不需要剑了 你们悟一下 你们悟一下 我就觉得非常感慨 这是神交侠旅 第二六回 非常感慨 就是金庸老爷子 真的读书 真的完全 得气精华 就是他能用起来 这个太难得了 我们一般人读书 真的是很难用起来的 你可能用的时候 都想不起来了 当然大部分人是 发现脑子里没有书 是吧 他是读书读到 能够随意的 化用到武侠之中 而且你不觉得这个塑造的意境 非常高吗 充满哲理 这都是他幻想出来 你说啊 就比如说 我觉得西方最有想象力 作品应该是漫威 什么美国队长 什么这种漫威 很有想象力 他的想象力 主要特点是有 有什么 有科技因素 但是金庸老爷子这个呢 充满哲理和智慧 所以东西想象 截然不同 所以我说真的像 已然离世的金庸老爷子 致敬 对吧 金庸死后再无武侠呀 不是因为编不出故事 是没有那一份传统文化的厚重啊 真的 金庸没了 就像这独孤求败一样 令人唏嘘长叹 对吧 好了 这一讲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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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